长篇玄幻小说 万古至尊 作者 太医生水 贺德鑫心中害怕 急忙转身就逃 说道 爷不陪你们玩了 他倒也干脆 人影一闪 全部蒸汽灌入脚下 一下子就跑出了数十米开外 想逃 丁灵儿冷笑一声 双掌直接拉开 一条白色光芒 如同洗链断带横在手中 他做了一个弯弓射击的姿势 那道光芒瞬间击射而出 整条大街上一片光芒闪动 他口中倾吐道 流光剑 贺德鑫正在拼命逃跑 突然身后光芒万丈 一股恐怖的气息 压着他 毛孔根根竖起 骇然的回过头来 只见一片强光刺目 此外 什么都看不清楚 眼中一阵生疼 整个人就瞬间被光芒给吞没了进去 轰隆隆 流光剑去世不减 在整条大街上穿梭 那坚固的青石岩的地板 全部被掀翻了起来 在空中化成了粉末 整个大街瞬间安静了下来 不仅仅是暴雨拥兵团存活的人 还有那些打酱油的路过的 全都睁大了眼珠子 脸上竟是骇然之色 丁玲尔冷冷地看着彻底呆滞的朱雷 寒声说道 若是你 口无遮拦地乱说 下场和他一样 朱雷打了个哆嗦 只觉得浑身一阵发冷 速速前进 他惊醒了过来 急忙喝道 现在暴雨拥兵团几乎全灭 事情已经闹大了 若是不赶紧走 等下就轮到自己这方全灭了 哼 好大的胆子 你们还以为走得掉吗 菜鸟团这次看来弄到了一个好货色呀 不仅长得绝色 实力竟然可以灭杀贺德兴 现在还有心思搜寻美女 听说 好怜少皇冲击五弟失败已经身陨 难道是假的不成 在前方的道路上 突然浮现出一片迷雾 渐渐地浓郁起来 目光都难以看穿 只是隐隐约约有三道身影在那闪动不停 李云霄听到那最后一句 心中猛然一震 眼中暴射出了点点光芒 不好 是 烈家三兄弟 猪雷脸色一变 瞬间难看起来 菜鸟拥兵团猪人也一个个神色灰白 眼中露出了绝望之色 哼 既然认得是我们兄弟 那还不束手就死 死 先全部跪到一边去 等我先杀了海林 再行处置而等 哼 还有那两妞 先给我兄弟用几天 等爽过了之后 我们三兄弟会亲自给好连少皇还过去 哈哈哈哈 突然一道破空声响起 众人只看到似乎有一道光 那大笑着的人影突然间声音夹然而止 很快 又是一道破空声 嗖的一下 回过来 只见骆云长一脸冰冷 手中一个绿色的物体粘在他的手上 似乎还会挪动 三弟 三弟 突然迷雾中传来烈家兄弟惊恐的叫声 迷雾也渐渐散开 只见其中一名男子一只手捂着喉咙 里面鼓鼓的喷出血来 眼中满是惊恐愤怒和不甘之色 但任凭他如何不甘 眼瞳还是开始逐渐的涣散起来 整个身子瘫软了下去 这一下不仅是菜鸟拥兵团的众人 周围那些旁边的也全都是骇然的倒歇一口冷气 一个个感到浑身发寒 烈家兄弟是出了名的武宗巅峰强者 最弱的三弟也是八星武宗的存在 竟然就这样悄无声息 无厘头的死掉了 甚至死因都不明 虽然清歌临地每天都会死人 但也不是这么个窝囊死发呀 朱雷也是呆着住了 这两个女人怎么这么厉害 一个比一个变态 他偷偷看了一眼李云霄 暗想 这小子长得也不咋地呀 甚至还没有自己强壮 怎么会有这么厉害的红颜知己 自己长得这么帅 这么霸气威猛 怎么连个妞也跑不到啊 这一刻他的内心由震惊渐渐地转为了沮丧 叹老天不公 但很快就被烈家兄弟的狂怒之声给震醒了过来 杀我兄弟 你们该死啊 剩下的两名男子 双目全部通红充血 他们三兄弟从小一起长大 一起习武 一起泡妞 现在竟然三弟这样无厉头的就走了 一时之间怎么也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洛云长目光愈发的冰冷 他的眼神从四周逐一扫过 冷冷地说道 我不管你们是清歌临地还是在哪里 还有嘴上拿我和林二妹妹犯贱的 一律死 四周之人纷纷脸色惨白 骇然地抿住了嘴巴 生怕自己说错话来 那名棕毛男子也面带恐惧之色 浑身血肉模糊地混在人群当中 不敢说话 老大烈焰 目自欲猎 但还是强行克制住自己的怒火 毕竟老三死得太不明不白了 他们三人能在清歌临地混到目前的地位 也不是简单过来的 光凭武力的话 就算是武宗巅峰 也早已经死了 不知道多少回了 你手上的是什么东西 老大烈焰 咬牙切齿 双目通红地看着那绿色小妖 在骆云长的手中不断地挪动 这绿色小妖本就是武宗级别的存在 虽然攻击力不强 但速度快的惊人 当初就连拥有小号天径的周子元 也只有逃命的份 而且喉咙正是人体最为脆弱的部分之一 在老三大意之下 就这样被击穿了喉咙 当场丧命 骆云长将右手置于身后 淡淡地坐回马车之上 不予理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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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烈焰一脸吐出三个好字 慢慢地将老三的尸体放在一边 朝着菜鸟拥兵团走来 脸上一片阴霾 老二 烈锋也更是在其后缓缓地抽出悬兵 解封开来 一股杀气散开 就让我烈士兄弟亲自来领教一下菜鸟拥兵团的诸位高手 烈焰神色一领 赫然一把火红色的钢叉出现在手中 顿时四周的温度骤然高了起来 那些麻木的酱油党也开始纷纷变色 朝着四周退开 让出了一块空地出来 两名武宗巅峰强者一旦动起手来 肯定会殃及吃鱼 猪雷和红雨被那股气势逼得连连后退 脸色发白 四人之间的实力可谓是天差地别 甚至连对方一招都未必接得下来 海灵蒙道 灵儿姐姐 云成姐姐 这两个人 你们打得过吗 两个人拒势摇了摇头 丁灵儿微微朝李云霄 挪了挪嘴 海灵顿时呆滞了一下 便立即会议起来 他仿若找到了救星似的 拉着李云霄道 云霄大哥 麻烦你出手打走这两个人 他也不问是否打得过 而是直接恳求出手 李云霄苦笑一下说道 我感觉到有几股强大的气息正在从北面赶来 或许正是你们团的人 但至少还要花斩茶的功夫 也罢 我们就这样冲过去吧 李云霄站起身来 高鹤道 朱统领 大家一起拿出兵器往前冲 朱雷顿时傻了眼 拿起兵器往前冲 开什么玩笑啊 对方两名武宗巅峰的站在那儿 冲过去不是找死吗 他恳求的目光落在了丁灵儿和骆云长的身上 希望两人可以出手 但两人据是一脸的淡然 对他的神色丝毫不予理会 海灵说道 左东林 就听云绍的 冲过去吧 一定可以冲过去的 朱雷苦笑着摇了摇头 不知道从哪里来了一股蛮劲 但是很力道 好 云霄大使 一路上过来 我的决定都是错的 这次就听你一回 他大吼一声 手中的宝刀绽放开来 发足了劲 狂奔而去 红雨也是长剑瑟瑟 跟随在身旁 满眼都是觉悟之色 身后的那些佣兵团舞者也是一个个气势高昂 大吼着跟着冲 似乎完全不怕死 李云霄几人乘坐了马车 也是咕噜噜的跟上 吵死 那我就成全你们 烈焰将红色的钢叉高高举起 武宗巅峰的气息散发开来 似乎想要镇压一切 裂风也同时是剑光闪动 眼中满是冷力和怨度之色 就在两人想要出手大开杀戒的时候 突然一股博大深沉的力量轰然而来 直接将他们镇压当场 全身受到极大的压力 仿若几座山峰压顶 要直接压入地面一般 哎呀 怎么回事啊 两个人心中大惊 纷纷 骇然变色 这股威压不仅力量极强 而且给他们一种厚德在物的沉重厚重之意 仿若大地一般无穷无尽 难道是武尊强者的领域 烈焰的脑海当中顿时浮现出了这么一个想法 立即吓了一跳 急忙把这个念头抛开 且不说整个清歌灵地的武尊十分有限 若真是武尊强者的话 岂会跟他们啰嗦这么多 早就一掌拍死他们两个了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就在两个人震惊的时候 突然四周的温度再次升高起来 如同熊熊烈火燃烧 却丝毫看不到火焰 那种燃烧之意 仿若太古以来的神焰 要将世界一切稍微灰烬 烈焰本就是修炼的火系功法 在这种燃烧感之下 竟然浮现出一种想要膜拜的冲动 仿若火系的神灵将士一般 烈风则是更加难受起来 只觉得浑身肌肉骨骼都要开始融化了 斩骨刀 无影惊天剑 就在这个时候 猪雷和红鱼两人瞬间冲到 将全部的力量灌入玄冰之中 奋力一击 轰 烈焰和裂风艰难的抬起玄冰来抵挡 轰隆一下 两人直接被震飞了出去 远远的摔在街角 大口的喷血不止 撤 不仅是猪雷和红鱼两人 就连身后的舞者都全部是呆了一下 脑子里瞬间短路